五蕴的一席话点醒了胡先生 让他认识到语言是把双刃剑 既能伤人也能助人 他表示愿意积极做出改变 此时龙女士跟关文的沟通也渐入佳境 就像老师说的吧 你心疼完了还要疼呗 还要用正确的方法疼 对 那你也意识到 其实当时在面对公婆和你老公的冲突时 可能有些做法 其实你做的并不是特别妥当 有点小幼稚吧 有点小幼稚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那今后和公婆之间的做法 有哪些可调整的 跟我的丈夫先沟通 比如我到了你们这里来了 孩子方面的话 我们怎么搞 我这边负责孩子的哪些部分 妈妈这边负责孩子的哪些部分 说清楚呢 传递给老公 让老公再传递给他的家人 你让我很惊喜 真的 密室里 龙女士和胡先生的改变都显而易见 对于接下来的生活 他们是如何打算的呢 现在密室结束 回到场上 我们首先了解当事人目前的想法 我这么说吧 反正之前多少是一些戏话 发脾气的 或者吵架的事情 我就想放篇吧 我们这个该过得过 有机会老战人听到我这番话的话 打心理讲 我确实是很认可 很感激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帮助 但我这个人可能就是在表达呀 或者沟通方面 有一些直来直去啦 或者是方式欠妥 所以给他们造成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印象 也请他们能够多多体谅吧 我呢 这个人嘴巴说话确实不甜 我以后一定会尽量去注意这方面 调解的一位男老师呢 他让我知道了 真正打开我丈夫的正确方式 可能是我没有掌握好这把钥匙 薛丞刚老师呢 对 可能真正地把这把钥匙交到我手中 至于这把钥匙以后怎么用的话 我真的还要好好地回去琢磨一下 让我确实有了一个新的这样的思路 这把钥匙给我的希望 我也希望这个光能 真正地照进我们俩这道婚姻之中 做人做事你们两个其实还是蛮通的 但为爱这件事你们两个还是欠缺的 所以我们节目组送上您一本 婚姻智慧的智能书 幸福密集幸福二十一问 回去两个人好好一块学习一下 好吧 我尽力会去把我 能够做得做好 同时呢 我在这个表达上面确确实实补伤吧 这一刻我得补伤 我得好好看看书 然后补伤这一刻 通过这场调解 胡先生和龙女士都收获满满 受益良多 其实相比很多同龄人 他们已经拥有很多了 或许恰恰是因为拥有的太多 当他们想要拥有更多时 烦恼和矛盾便产生了 这场调解也启发着我们每一个人 很多时候当我们身处物质的贫瘠 往往会加倍努力去创造幸福 会格外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也更容易感受到身边点滴的温暖和善意 而当我们拥有更多时 会时而因为奢求更多而变得贪婪 时而因为计较得失而心态失衡 其实真正的幸福从不只是物质的风营 只有常怀感恩之心珍惜当下 才能经营好一个和谐的家庭 从而达到内心的真正富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